為什麼自己的事不管 就是一直在管別人事很勤勞 其實原因很簡單 你去看看 就是因為他不斷要去透過 所謂的台灣以外的一些狀況 來去轉移內部的焦點 最近我就今天 我貼一個臉書的文 也2萬多佔 然後我只三句話很簡單 空氣差 水快煤 電很缺 就這張圖 對 這個太有感了 就是我們現在 今天我的臉書的貼文的這張圖 然後底下我的煤一批 就是蘇貞昌叫大家謝謝他 空氣差 謝謝他 對 水快煤 電很缺 你會發現說我們現在 台灣人民這陽光空氣水 已經去兩樣了 空氣跟水已經完了 陽光 陽光現在不知道 陽光其實也沒 因為霧霾很大 陽光也遮住了 我跟大家講 你今天蘇貞昌遇到限水的問題 都還會跟大家講說 如果不是我很早就限水了 意思是 我還要感謝你 所以我們要回到說 今天為什麼 台灣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反中已經是唯一的正確 你只要有任何的事情發生 很簡單 真的非常簡單 你不要就事順事 你也不要談是非道理 你也不要管誠信 你也不要管8千塊租的房租 到底合不合理 你也不要管大安會 管是不是只因為某個立法委員 跑去外面8千塊租房租 然後要用1億多的錢 去重新去整修 你只要什麼 你只要台灣只要出了狀況 反中的牌一打出來 非常簡單 馬上瞬間 所有的焦點全部移轉 所以為什麼今天新疆棉的事情 當然我要跟大家講 人權我們也關注 人權我們也在乎 我們也希望說 大陸方面能夠更透明化的 去做新疆方面的一些問題 把資訊更透明化 但是你關心新疆的人權的 過程當中 我要問一件事情 台灣的人權 我們台灣現在面臨的困境 台灣所有的東西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些處境 我講一個人權 我就講一個人權 今天早上也沒新聞 我今天早上第三度 就是出庭到法院去 為什麼 就為了蘇啟成的冤死案 蘇啟成大家知道不用再多數 可是現在過去這三年了 請問大家還記得蘇啟成嗎 但是當初為了蘇啟成的案子 我是最早把IDCC 這個楊慧如網軍抓出來的人 因為我打這個案子打得太兇 也盯得最緊 所以謝長廷跨海告我 對不對 我就會引進黨 到現在有沒有還蘇啟成 清白跟公道 所以我跟大家講 所有的事情基本上 對民進黨而言的話 很簡單 任何事情發生了 他就會用各種轉移焦點的方式 把這焦點轉移過去 就像現在台灣三大問題 其實不只三大問題 馬上看到 連最基本活下去的一個權力 都快要沒有的三個大問題 就是水 電跟空氣 我要問現在政府 你有沒有去中南部去看看 其實不只中南部 現在北部的空氣也越來越糟糕了 中南部的空氣尤其糟糕 幾乎是常態性的糟糕 大家連呼吸 都變成是很奢侈的事情 你要去顧大陸的 新疆的人權可以去顧 可是自己台灣內政的問題 你有沒有花心思去解決 還是就放著去擺著它去爛 然後缺水問題就不去管 然後一直在做所謂的 外部的一個焦點移轉 我覺得今天這個政府 我覺得最糟糕的地方